今天早上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的表现 四大指数都是在尾盘的时候 向上去做一个吉拉 那其中涨幅最大的是 费城半导体的1.14% 那其次是纳斯达克指数的0.74% 不过整体来讲 当然跟前一天的血腥大屠杀来做比较 当然昨天只是一个小幅度的向上去做反弹 不过在今天早上 我们看到台指期夜盘的一个收盘 是上涨了大概50点左右 因此今天小幅度向上去做开高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应该是可以去做期待的 但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往上去做推升 当然我们首先要看的是 三个比较主要的市场现阶段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在 纳斯达克电子盘的一个表现 那我们刚刚谈到收盘是涨0.74% 那目前的一个状况是开盘之后 往上开高拉高 现在出现比较明显的涨幅收炼 我们可以来请导播放我们带劲 目前是涨了0.11% 当然这个是属于正常 算是没有什么太过带动的效果的一个行情 所以整体来讲 但无论如何它是呈现了一个上涨 所以整体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中性 然后稍稍对多方比较有利的一个结构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 另外我们来看南韩跟日经指数 南韩跟日经指数现阶段的走势 日经指数是开高之后压回到平盘 然后再翻红目前是涨0.2% 南韩总和指数是开高之后 先往下回测到平盘 现在维持在平盘附近是跌了0.03% 好因此这个我觉得 投资面可可以当做是台北股市今天 开盘的一个借境怎么说 因为在昨天台北股市是呈现大跌嘛 虽然说留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下影线 那但是总整体来讲 还是下跌了236点 所以既然跌了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有一些昨天去做抄底的 因为昨天的下影线的长度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应该是来到130几点的一个下影线长度 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抄底拉上来的 然后今天假设如果说 再往上去做开高的时候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隔日冲的一个卖压 那因为那个美国股市带动的行情 又不是特别强势 所以合理来讲 开高之后会有一些这种回测的一个味道存在 所以在早上当然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应该这样子讲了 就今天的一个格局来看 如果说你是做那种比较短线的当冲的 其实不要急着在今天早上的开盘 就急着去做进场 因为大多数人都是比较偏向多方来做操作 那看起来应该会先有这个隔日冲的卖压 把它往下去做一个压低这样子的一个表现 那压完回来之后 等卖压稍微去做一点这种所谓的消化之后 那个时候的一个行情才会是 今天台北股市真正的一个走势 应该是这样子讲 好不过我们昨天其实也跟大家谈到了 就是说这个行情原则上 往上先做反弹那个条件 基本上还是比较大了 因为包括了KT指标 KT指标因为现在在相对低档 所以昨天我们特别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基本上对于多方有利 大家直觉性的想法 就是这个行情会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 但是我们当时也跟大家谈了 就是说对于多方有利来讲 它其实有两种表现形态 一个是就是大家想的那个 就是一直往上涨 另外一个就是它能够呈现相对抗跌 所以为什么昨天能够留比较长的下影线 我觉得跟指标现阶段在一个相对低档 而且开口是往上的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直接的相关性 那问如何昨天的下跌 它并没有造成KT指标的K值跟D值 箭头是呈现往下 就是说它没有出现这种下弯 K值是走平 它没有往下去做一个弯头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有利于反弹的走势 那我们也谈到就是说 基本上它未必是一件坏事了 因为你三天的时间你就直接弄到 弄到月线跟季线这种下弯的一个位置 你本来就不容易过 那你现在把空间拉了大概300多点的一个行情 那我觉得至少到下个礼拜 因为下个礼拜的时候连准会要去做升息嘛 至少到下个礼拜的时候我觉得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 它会有一些反弹的机会存在 就提供给投资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好那关键我想还是在于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到底什么样的个股市 投资朋友在今天盘面当中 要去做比较留意的重点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 今天这个媒体报道的新闻 叫做台日四强核空第三代半导体 那基本上 他所谈到的台日四强 因为这一次 他们最主要着眼的是 台达电旗下的一家子公司 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叫做 叫做定 这个这家公司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 不好意思突然想不起来 这家公司叫什么名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他 他吸收了几家公司 然后包括了6719的励志 就是大家那个IC设计的 那个励志这家公司 然后另外包括5483的中美金 然后日商的罗姆 这个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他最主要做的是 被动元件 好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 来做观察的话 基本上这个反映一件事情 想起来叫定基 这个事情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说 大家其实都在往 这个所谓第三代半导体这个方向 去做一些投资的一个动作 那尤其是5483的一个中美金 我不是说请大家去买这样个股 而是在于他的集团布局 目前在整个第三代半导体 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完整的 除了中美金 然后大家比较熟悉的环球金之外 因为如果说以现在国内的第三代半导体 或者是专门指这个所谓碳化系来讲 环球金的技术应该是最成熟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基本上他旗下有环球金 然后包括了二极体的825的蓬城 这个也是中美金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所以相对来讲 他的布局完整线 当然也包括应该是8086的宏洁 所以整体来讲 他的产品线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想国内因为这个时候其实有传出 就是有想要组 那个所谓第三代半导体的国家队 那当然媒体再点评到几家公司了 当然包括了2317的鸿海 那当然鸿海其实最主要不是 以鸿海这家公司为主 而是他旗下的弘洋半导体 然后以及他最近转投资 广运的那个盛兴材料 这两家公司会是一个主要发展的方向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对于鸿海来讲现在的第三代半导体战的营收 如果就公司的角度来看 他能够营收比重其实不高 那能够带动的效果其实是很有限的 不过另外的一个被点名到的集团 应该是汉民集团 就是3707的汉磊跟3016的一个家经 所以在最近期当然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股价在昨天的一个股价走势里面 它是属于相对强势的 都是开低之后向上走高最后呈现上涨的走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当然昨天强今天多多少少会有一些 这种所谓短线获利调节的卖压 但至少就所谓的第三代半导体 这个领域来讲 我是觉得说应该还是呈现一个比较持续成长的 一个态势 那另外包括有在做涨金炉的 涨金炉就是把透过碳化系粉末 然后透过高温把它附着在所谓这个晶圆上面 这个叫涨金 那这个部分其实你可以看到就是 国内是6125的广运 那当然我们刚刚所谈到 鸿海转投资的盛兴材料 它其实也是广运的一个子公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这几家公司 因为当然说要做第三代半导体的公司 其实很多 但是真正有在跨出那一步 或者是已经在执行当中的大概就是这几家公司 我想我们先跟大家来做提醒 那今天就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这个整体第三代半导体族群 它的一个股价的一个表现 好那再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个消息 这个另外我要稍微更衬一个东西 因为我昨天讲错 那个被那个图形的 因为那个图形数据有误了 所以有点有点讲错 所以整体来讲 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在昨天单日涨幅最大的应该是BCI 就是海甲型的船的报价 是涨了百分之四十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昨天其实我们有特别谈到 就是说基本上你要去看的是说 我到底海甲型的船型 当然这个部分其实你要 当然要看的是 它的一个整体产业成长力道 有没有说完全去确定谷底翻扬 我觉得对于散装航运产业来讲 这个地方其实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做观察 因为我觉得整体要出现立刻的翻扬 上面可能没有来这么快 但大家的确可以紧盯这个所谓报价 如果说报价呈现上涨的状况之下 它原本对于相关的船只来讲 它就会有一些带动的效果 所以我们昨天有特别帮大家整理了 就是到底现阶段的散装航运里面 到底他们的船型最主要是什么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是 BCI的一个报价呈现暴涨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以海甲型的船只来看 国内最多的是2606的域名 它有23艘 所以昨天股价相对来讲是比较强势的 然后如果说以另外的来看的话 应该是2612的中航 它14艘船全部都是海甲型 然后其次是 再来是这个所谓的星星 它有大概8艘的海甲型的这个船只 所以整体来说如果说是这个报价 持续往上去做走高 因为基本上它BDI的组成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那时候谈了三个报价 BCI是海甲型的报价 占了BDI指数的40% 然后其次是巴拿马型BPI 它占了30% 然后以及这种所谓超级轻便型这样占30% 所以整体来说当然BDI指数 如果说有报价往上涨的时候 当然每一个都会涨 但是整体来说你要去看 到底是哪一个 它的运价涨幅最大 可能对于股价来讲 它会有直接带动的效果 所以我们刚刚谈到 域名 然后 刚刚谈到的包括了中航以及像是新兴 我们就来看一下 昨天这个域名它是 航运类股当中 散装航运类股当中涨幅最大的 所以就是论事 就是现在的一个状况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跌生反弹 对不对 所以今天假设 假设在进一步开高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你要看怎么开 如果说是要越过所谓的下弯的均线 它只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盘中带量 要带大量去扭转这样的一个态势 那基本上如果说以 量能的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它这个波段最大量 我觉得应该要带到波段最大量以上 所以这个最大量是3.47万张 所以要么我盘中以3.47万张的 量能去推过所谓的一个季线的位置 要么我用跳空的方式去越过这个位置 如果都不是的话 就是我用开高的方式 然后来挑战这个所谓的下弯的季线 那基本上股价出现震荡整理的机会是比较大 但是大家可以去紧盯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海甲型的报价如果能够趋于上涨的话 基本上受惠最大的会是玉民 然后中航星星这三家公司 那如果涨的是巴拿马型 受惠的会是惠羊跟玉民 轻便跟这种所谓小型轻便型的船只最多的是惠羊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涨到BSIE的话 其实最主要是以这个族群为主 就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这个是今天几个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们先在第一阶段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做解读 那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根据台子期开盘的表现 然后个股期开盘的表现 今天盘面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重点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值得托付 02752-5868 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指期 今天开盘的一个表现 开小高之后 现在回到平盘的位置 是小涨了2点的一个行情 所以整体来讲 它的表现比夜盘表现来的弱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能在 在今天操作的过程当中 大概要稍微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昨天抢短 然后今天先做 获利调节所造成的结果 还是说它的表现 真的是比较偏弱 这个是大家在今天盘面 要关注的一个重点 那原则上 大概以前 大概不会遇到那种 要紧盯台币汇率 在看台北股市 就是不会看那么短 通常都会看一个趋势 不过今年比较特殊 因为今年是升息循环 所以整体来说 它会直接影响到 外资对于台北股市的态度 或者是说 它所反映出来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可以 这个要讲可以讲很广 就是说 基本上你大概卖了T加热之后 你才会交割 所以它其实反映 如果说我汇出的话 应该是前一两天的事情 不过 如果你钱不是留在台湾的话 这个当然绝对对于台北股市 就是中长线的角度来看 它不会是一件好事情 所以大家第一个 可能要稍微观察一下 今天的台币汇率的表现 那它到底怎么走 那原则上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 今天台北股市反弹的一个力道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期的表现 好那个股期的表现 今天 当然第一个 我们看到那个2330的台积电 大家可能第一时间的想法 就是说老师是不是台积电的股价要大涨 那原则上不是啦 因为这个是一样是有含到 这个所谓除卷席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这个过去我们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 如果你遇到除卷席 因为现在的台积电 刚好一个季度配一次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说它是必须要持有台积电 但是它又不想要 缴这么多的税的那种大户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2.75元没有多少 但是对于大户来讲 你看我如果扣下来 其实那个都是要缴到 就并入到综合所 所以大家都要缴40%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它其实会有一些 这样操作上面的一个调整 但重点 我想我们看下面的几个比较重点的位置 包括了545的台半 545的台半 当然今天的口数200多口 大家可能觉得不大 但是这个是属于那种 就是过去它的量不是特别大 但是今天有出现一些增量的一个动作 所以整体来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台半的一个股价走势 昨天是跳空破月线 但是最终又收回到月均线以上 目前的月线还是呈现翻扬的 以目前扣底的位阶来看的话 今天开始开盘会在这个位阶 然后大概显示84块 82块 大概83块到84块钱之间 这三天的时间里面 那后续才会往上去做垫高 所以如果说以时间点来看 下个礼拜一等于是说 这三天的时间当中 它拉的离现在的价格越远越好 因为说真的昨天是897 这也是84块 那你会觉得说 好像好像还有一段空间 对不对 但是到下个礼拜开始 它会扣这两根 下礼拜二礼拜三会扣这两根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 接近月均线的位置 如果你一不小心跌破了 那原则上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对不起这边扣这里 它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你的月均线会慢慢的 往下去做一个弯头 所以整体来讲 如果说它要维持一个强势的话 应该这两三天的时间 它应该要做比较明确的表态 这个部分就提供给大家来做观察 另外看到量能比较大的 还包括2606的域名 那这个其实我昨天我谈到了 我就不多做说明 因为刚刚其实谈到就是 因为BCI的那个报价大涨 那它所带动的 你一定要看船型 所以很多人都讲说 散装航运 就是把它全部归纳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基本上大多数的时间不会有错 因为我们刚刚讲BDI指数 它就是三个报价 它所组成的一个指数 对不对 那三个报价组成的指数 原则上一个动 当然大概都会动 但是昨天的状况 真的是比较特殊 就是它只有涨到海甲型 所以这个部分 基本上你就要去看 那个船型比较多的 所以域名然后我们刚刚讲域名中航新兴 所以如果说我们来 以看现在的那个散装航运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其实将来就会有一感觉 昨天我们来看二六类股 好目前目前的试戳 因为这个已经缓戳了 你看中航的股价是涨了 现在是已经试戳到涨停板的一个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它有14艘船 全部都是海甲型 对不对 那昨天市场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 因为大家其实比较对于这个没有研究 那大家知道那个船比较多的 就是2606的域名 所以今天是呈现大幅度的开高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2605的新星 所以你会发现 你看中航域名新星 这三家公司 是不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就是海甲型船型最多的公司 对不对 就是中航域名新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如果你看到类似的状况 比如说BPI大涨或者是BSI大涨 那你就要回头去找巴拿马 巴拿马型比较多的 或者是那种超芯片型比较多的公司 相对来讲它会比较有机会 好 那因为现在开盘了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今天涨幅整体涨线最整齐的 当然刚刚讲到航运股嘛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跌生反弹 不过整体来讲报价的上涨 绝对对于股价来讲 会有直接带动力多 这个是一直以来都不变的一个情形 然后其他的部分 安全监控比较小众 我就不多谈 然后电商网路通讯 miniLay 这个其实也稍微量能比较小 那最近其实对于那个miniLay的 这个股价 相对来讲可能有一些 反业的部分可能会有一些杂音 不过整体来说 这个族群 因为负财的股价 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它已经有来到了 在低档整理比较长的时间 我必须讲 这个不是一个多方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它还是属于一个空方的格局 但是整体来说 股价其实已经没有在破底一段时间了 它跟记忆体其实有点类似 记忆体的股价 其实大概也在7月份 看到整个波段的一个低点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摸 这个所谓的底部反转 但的确可以稍微看一下 后续的股价是不是有一些 这种所谓利空出境这样的一个味道存在 因为最近其实 记忆体的族群也有一点点这个味道 昨天我特别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记忆体模组 当然 昨天涨的 昨天大概两档 记忆体模组表现很强 一个是4967的石权 另外一个是8088的平安 那基本上 平安间股价当然回 但昨天它的股价表现是相对强的 所以当时我有跟大家谈到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时候看平安的原因 是因为你看 你看它的 我们先看它的那个获利表现 就是上半年是赚1.5亿元 对不对 就是如果以一档20几块钱的股票 这个我想获利其实表现还不差 对不对 那另外的一个重点是哪里 另外重点是它8月份的营收 现在其实大家都会觉得 记忆体就报价一直在叠价 这个应该是继承的趋势 或继承的方向 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 它今年以来它的营收是多少 1.59 1.04 1.54 1.38 到现在的1.71 它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当然4967的实权 它的营收规模比较大 这是事实 但是如果单纯以上半年财报的表现来看 它是第二季承证单季亏损 而且它的营收感觉没有跳得这么快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谈就是说 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包括奈雅科 包括金豪科 它是不是会有短线上面 跌升反弹的机会 但跌升反弹 你要想的是 第一个你要不要想反弹 第二个是 如果你是套在里面的 那谈起来到什么样的价格 你要去做调整 我觉得是现阶段投资没有 可能要比较思考的一个方向 那如果说投资没有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操作 或者是说你想要跟着下午 一起来做操作的 我们也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15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群组 推荐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等Lite ID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 ID为明哲888外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上当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